好 但也持续关心 金华城案件在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展 就是应小为的助理吴顺明 他是被检方申请聚保停压 因为检方认为他的说辞 其实已经算还蛮完善了 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部分的认罪 而就在今天两点半的时候 北院开庭稍早法官 也裁定他500万元交保 而他的家属包含是儿子还有太太 似乎是昨天已经有所准备 已经把钱先准备好了 一有结果之后 不到五分钟 他们就用蓝色袋子装整500万现金 来到北院这边来办保 目前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而同时检方的找步也没有停下 他们是再度提训了柯文哲的帐房李文宗 现在还是要继续追查柯文哲的金流 因为柯文哲的鸡押期限就快要到期了 他们最晚在10月底之前就要来申请严压 而在今天也确定申请严压柯文哲 对于李文宗目前是针对柯文哲一些小额的捐款来进行调查 而其实今天还有传另外一名证人也就是基隆副市长邱佩玲 原本他早上就会到连政署的 但是连政署这边是说他有事情没有办法来了 所以择日再会约谈他来盗案 那现在李文宗目前已经 吴顺民现在目前已经办法结束了 稍后就会由家人来带回 那我们将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金华城状况 现在我们有多新闻想看到 夜市网上将墨的正式金华城答案 谢谢大家 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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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